光影产品恰饭多了也不行 大家好我是老郎 大家觉得片场协作拍摄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我想各个部门可能回答都不太一样 统一的沟通渠道 比如无线画麦 线上直片平台通告平台 但是在现场 我觉得最重要的 还是大家能够看到此时正在拍摄的画面 所以图传是让大家保持统一工作不了 非常重要的一个工具 DJI大将创新 推出他们最新的一款Transmission标准套装 其实话也不能这么讲 因为Transmission并不是最新推出的 只不过之前是高亮屏套装 就是发射器加上一个高亮屏内置接收器的版本 而这次推出的主要是接收器 如果你是Transmission的老用户 已经拥有了发射器 也可以单独购买接收器组合使用 因为很多朋友之前没有购买Transmission高亮屏套装 或者没有对这套图传系统做过了解 咱们今天还是把它做一个整体 来给大家分享一下 OK我们直接进入主题 做个开箱 因为我收到的就是标准套装 所以带了一个安全箱 首先是接收器和发射器的机身 我是刚拍摄完 所以现在机身上装的是NPF电池转接板 然后旁边是DJI自家的WB37电池转接板 在机身的下面还有一个储存空间 里面装的是W37电池的双充插座 大疆也叫它电池管家 上面是配合大疆RS系列稳定器的云台安装板 带这个冷靴插口 可以将它装在发射器的正面 左边的机身下面还有两个额外的电池位 随箱的标配附件还有两个额外天线 USB转Type-C线 用来给图传激活和固件升级 DC转P-Type供电线 用于V-C电池供电 Type-C转LIMO供电线 SDI线说明书 不得不说专业级的产品一应俱全 我们来看看机身 发射端和接收端正面反面 都是凹槽性的设计 利于散热 正面也都有对外供电接口 背面是连接电池转接板的供电输入口 和上面有个散热风扇的进风口 接收端用红色标志 在正面logo下和天线接口处 都做了明显的标记 方便在拿用的时候和发射端做出区分 顶部留有风扇出风口 底部都是两个四分之一和八分之三螺纹接口 左侧是开机键 显示屏菜单 拨轮还有返回键 发射端的右侧是一个SDI环出接口 和一个SDI输入口 SDI输出口可以将电影机的SDI原数据 通过接收端 传输到大肩和QTAC软件上 方便摄影师导演了解现场 更详细的拍摄信息 HDMI输出口 Type-C口 还有DC-IN供电接口 接收端的右侧是两个SDI输出口 其他则跟发射端相同 接着我们快速的看一下机内菜单 发射端 设备序好 用于跟接收端配对识别 广播模式开关 Transmission有两种传输模式 控制模式和广播模式 发射端可在广播模式关闭下 属于纯控制模式 也是传输距离最远的模式 最多支持一发两收 当开启广播模式后 传输距离和性能有所降低 但接收端的数量不限 然后是广播画质 这个只有在开启广播模式下才会出现 如果是控制模式下 是没有这个选项的 可以选择高清或者流畅 高清模式下传输码流是40Mbps 画质更高 但是可以选择的信道更少 流畅模式下传输码流是20Mbps 画质虽然会低一点 但信道更多 风扇模式 标准或者低噪音 标准模式下肯定是散热更好 但是如果现场录音要求比较高 也可以用低噪音模式 随之而来的就是烫手 而且如果温度过高 它还是会自动切换到自动模式 Type-C功能 USB和语音通话 USB用来连接电脑 激活设备和升级固件 语音通话则是和接收端配对后 一对一语音沟通 比如现场导演和摄像 摄影指导和超级员 可以直接用Transmission来进行沟通 但是要注意 它并不是支持 所有Type-C接口的画麦 DJI提供了一个支持的设备表 可能也还在不断更新 但说实话 这上面的画麦我一个都没有 所以很遗憾 没能体验到这个功能 最后是语音选择 设备状态 图传信息 看一下接收端 连接模式为控制和广播 控制模式下 因为可以最多一发两周 所以选择A或者B来做识别 当切换到广播模式下 会自动开始搜索发射端 显示发射端的机位号时 点击菜单拨论 就可以进行配对连接 信道选择 当收发系统处于控制模式下 我们可以手动选择自动DFS 和已经搜索出来的其他频段 但当收发系统处于广播模式的时候 接收端只能跟随发射端的信道选择 其实作为DJI Transmission的初次用户 我还是花了一点时间来理清这两种模式 简单来说 就是如果你只使用两台或者一台接收端 推荐你使用控制模式 并且信道就用Auto 这个时候传输距离传输性能最佳 当你使用超过两台以上的接收端的时候 比如剧组每个部门都来上这么一台 你就选择广播模式 并且广播模式不仅是一发多收 不限制接收端的数量 而这里还可以观看的时候 在不同的发射端做选择 多机会观看 不过我手上也没有这么多 不能给大家做展示 然后是风扇 Type-C功能 低延迟模式 当开启低延迟的时候 它的输出帧率会转换到60帧 而且当你的摄录规格也同时在1080P60帧的时候 才会到达说明书上的最低延迟70毫秒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两个不同模式下的延迟 我们也对比一下不同分辨率下不同帧率的延迟 其实我们之前使用的大部分都属于消费级图传 传输距离一般最高也就在120米左右 那DJI Transmission 给我第一印象最深的宣传点就在于 广播模式4公里控制模式6公里 这个距离也太远了吧 你想想 你在家离片场近的话 不去现场 在家就能尖看 是吧 当然不是 这个只是在最理想的环境下 无干扰 无遮挡的情况下 达到的最远的距离 那我们大部分的拍摄环境都避不开干扰和遮挡 这个遮挡不只是钢筋水泥天花板墙壁 你站在树底下 那个也算遮挡 那我们也相对做了一些测试 首先我们在室内测试一下 传输距离和穿墙的性能 当机位和发射端在阳台 并且关上阳台门 我在客厅的时候 距离大概只有6米左右 不管是广播模式还是控制模式 都没什么影响 然后我把机位移到卧室 直线距离可能在14米左右 然后关上阳台门和卧室门 广播模式直接就正忙了 控制模式依旧有信号 但传输画质降低 而且甚至是我走到卧室厕所里面 再关上第三道门 还是有信号 不得不说这个穿墙性能非常的牛 就这么测一下距离 肯定还不能看出 Transmission的特别之处 但如果加上一些其他的干扰 那它又该如何应对呢 接下来我们就看一下 它的抗干扰能力 我拿出了另外三套图传 用Transmission的发射端环出 然后放到客厅中间 再打开一套无线麦克风 这个时候我们再来看看 控制模式下的接收端怎么样 确实还是会对画面传输信号 有些干扰 然后把它切换到DFS信道看一下 接着把它切换到自动信道模式 14米的距离 隔了两道门 还有四台其他设备的信号干扰 其实还应该加上家里的WiFi干扰 我家里有三个路由器 三个墙面的自动WiFi 实际上这个真的算是比较极端的环境了 如果大家觉得Transmission的能力也就这样 那我们来看看其他几款的表现 有两个直接挂机 Scibel 我们常用的一款虽然表现得很镇定 但是 我能看得出来它在各种频道间努力挣扎 所以专业的偷传不只是你看传输距离 穿墙性能 还有它的稳定性 无感自动调频 这个无感可不是随便说说 比如刚刚那位乱跳的也说的是无感 同时Transmission还采用AS256笔车加密手段 来进一步保护用户的信息安全 虽然大多数拍摄情况下 应该不会遇到偷屏段进来偷偷看大家在拍摄的 但是毕竟无线涂传的信号传播漫天变影 谁知道呢 行业级的应用就是要有安全性 然后我们走到室外进行测试 选择地点是一个比较空旷的公园 在偏郊区的地方 干扰也比较少 首先是控制模式 不得不说成都的天空因为大运汇 又回到了我高中时候的样子 透澄 不过还是热 我就这么曲折图传和监视器一直往前走 说实话 我倒希望快点失去信号 太远了 然后我切到广播模式就不那么理想了 虽然很早就显示连接 但是始终没有图像信号 在距离300米的时候才勉强有了图像 但一直比较卡 250厘米的时候有了正常的图像 虽然和控制模式差得远 但比起其他消费者的图传 不甘想 虽然Transmission标配自家WB37电池 但同时也给了NPF转接版 而且还有P-Type供电线 想用啥换啥确实良心 像我们就是基本以NPF和VCO为主 不用再额外为了图传再去购买WB电池 并且连接DC-IN供电后 设备将优先使用DC-IN电源继续供电 此时电池不输出电压 如果在DC-IN供电的时候 拔掉这个DC-IN供电线 可在不断电的情况下切换到电池供电 这样的热换电方案还是非常不错的 这次我们也是把Transmission带到了实战应用中序 前两天发布的用大疆RUN4D 拍摄一清到底的短片 实际上就是用Transmission做的无线监看 因为移境到底的拍摄容易穿帮 所以我躲在最里面的办公室 观众们见看 完全没有问题 这也正是它稳定的图像传输性能 和强大的穿墙能力所带来的优势 OK做个总结 Transmission虽然外观上 只是比大部分消费机的图传稍微大了一点 但是不管从传输性能安全性实际拍摄的供电需求 外拓延展能力上 它都不是消费机图传能够轻松比例的 它的应用场景就是在真正需要保证稳定的 苛刻制作环境中 不掉链子 不掉链子在我看来是最基础但也最难的 太多我们使用过的产品 总是在拍摄的时候出现各种问题 如果说Transmission有什么缺点 那就是开机时间有点长 真的有点长 希望通过固件升级来改善一下 OK以上就是本期全部内容 如果有任何技术错误 请在评论区中指出 我们一起交流 一起进步 下期再会